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呂志華 今天我又在這裡跟大家分析一下時事 最近大家可以看到,香港真的可以說是換言一新 過去那群黃梅黑記,以前在黑暴時期 大家都見到他們,可以說是肆無忌憚 喜歡作甚麼新聞就作甚麼新聞 喜歡怎樣說就怎樣說 社會輿論聲音差不多全部控制在他們手上 但是近日自從蘋果日報倒閉之後 大家見到,港安全繼續行動 一直拘捕以前蘋果日報那些寫手 搞到現在那群黃梅黑記 甚至那些是黃絲KOL人人之危 最新的消息就報導 就說立場新聞在昨晚 就立即有六位董事是跳船的 另外,這個立場新聞裏面 亦都是進行了一連串的改組 包括有一些職員已經將他們遣散了 然後再用另一個方式再拼整他們 相信立場新聞亦都會跟以前的運作不同 那為何他們會這樣做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 蘋果日報現在結束之後 大家都相當膽戰心驚 大家都怕他們被秋後算帳 他們以前所寫過的、所說過的 現在分分鐘都成為他們犯罪的一個證據 所以立場新聞不但董事跳船 甚至過去來講曾經鋪上去那些 是社交媒體平台的文章都紛紛下架 我相信見到這樣的情形 很多人都相當之開心 因為過去香港這個是媒體方面 那個是不正常的風氣 慢慢就應該可以得到糾正 過去來講,你見到那些黃梅黑記 他們那些歪理 我相信日後來講 將會漸漸漸漸的消聲匿跡的了 最近蘋果日報結業之後 似乎國安處的行動並未結束 剛剛早前,因為筆名叫做李平 他的原名叫做楊清奇 他一直都是蘋果社論的主筆 他因為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危害 國家安全罪而被捕 他被捕沒多久 我相信有些人也覺得事情不妙 所以準備離開香港飛去英國 結果在機場 警方也逮捕了一名57歲的男子 他叫做馮偉剛 他的筆名叫做盧峰 是蘋果日報英文版前執行總編輯 這兩個人最近被捕 我相信令到很多黃梅黑記 真的越來越心驚 他們知道他們過去所做過的事 他們所講過的事 現在分分鐘就成為他們犯罪的證據 分分鐘就因此而被捕 好了,有些人就說 什麼香港港區國安法落實的時候 不是說過 在落實港區國安法之前 那些人,那些是反共的份子 那些港獨份子 他們之前曾經發表過 涉嫌危害國家的言論 或者所做過的涉嫌危害國家的罪行 不是說前時不計的嗎? 不是說落實港區國安法之後才開始計算嗎? 那現在是不是秋後算帳呢? 那我就相信現在很多人都認為 國安處真的秋後算帳 但是我就持不同的看法 那大家首先先聽回 警方較早前所講的一番說話 那當時警方就解釋 他們現在執行那些拘捕的行動 就不是說是單一的事件 那他們說這些事件可能是有連貫性的 和串謀組織外國進行分裂國家的罪行 換言之呢 那他們現在被拘捕那些人士 那可能他們在這個是落實港區國安法之前所做的事 那是一直伸延到落實港區國安法之後 甚至可以說他那個是後遺影響 就在落實港區國安法之後才出現的 那所以他們同樣來說都是犯了港區國安法 那我這個解釋不知道是不是很複雜 那或者我就用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跟大家講一講 大家就明白的了 那我就首先解釋了 那假如有一個人 他經常就虐待他的子女的 那經過一段時間的虐待之後 那他就被發現了 那於是他就跟大家講 那從今天開始我就不再虐待我的子女 那但是如果他的子女 在他講過這番說話之後而死了的 那而他的死因就是因為他 是曾經虐待過他的子女 而這些這樣的創傷是導致他 最終經過一段時間之後而死亡 那你說了警方是應不應該拉他呢 那是不是說他虐待到他的子女嚴重受傷了 嚴嚴一息的時候 跟著他說我不再虐待他的子女 那然後他的子女死了 都是不關他的事呢 是絕對沒有可能的 那由這件事都可以看到了 那假如這班人在落實港區國安法之前 那不斷這樣勾結外國政府 或者勾結外國勢力 就要求外國勢力就制裁香港 甚至呢做出一些破壞特區政府的行為 或者是分裂我們國家的行為 那而他們呢就在落實港區國安法之後 就完全就並沒有做到 那但是呢 外國勢力和外國那些是政府 那他們就在落實港區國安法之後 他才採取這些這樣的行動 就是因為看到他們或者聽到他們這一番言論 所以呢就採取了行動 那而這些行動呢 就在港區國安法落實之後的 那你說了 那這一班人是應不應該拘捕呢? 那他們所作所為 是不是延續到去港區國安法落實之後呢? 那這樣國安處拘捕他們 算不算是抄後算帳呢? 那大家再考慮 當落實港區國安法之後 那美國政府就很快地制裁了中港三名官員 那也都很明顯這些外國勢力 外國政府也都是因為受到這一班黃繪黑記 在落實港區國安法之前 不斷地是慫恿或者是煽動 那所以呢 他們是在港區國安法落實之後就採取了行動 那由此可見 那這一班人他們的犯罪行為 他們分裂國家的行為 是延續到去落實港區國安法之後的 那國安處就可能因為這樣而進行執法 就將他們拘捕 那所以我們不可以說呢 他們的拘捕是無理 我們不可以說他們的拘捕就是抄後算帳 那我相信有關的情形 將來來講法庭就會得到公平的裁決 那好了 那講回現在這一班黃繪黑記 他們怎樣自處呢 那大家可以看到那班黃繪黑記 現在個個希望能夠毀施滅跡 就紛紛將他們 以前在社交媒體平台裏面 所說是刊出的文章 又或者所說過的東西 那紛紛都是下架 那以為呢 就眼不見為乾淨 以為這樣做就可以呢 就證明了他們以前並沒有做過 那我覺得呢 這樣的做法是相當之幼稚的 那我相信呢 如果真是想查 有關這些資料已經是掌握在那些 是執法人員的手上的了 若然未報呢 只不過是時辰未到 那好了 那我們講回 那立場新聞跳船那幾個人是甚麼人呢 那例如那幾位董事 包括了那些呢 何韻詩 吳海怡 戀月僧 方敏生 那這些呢 過去大家都見不見了 他們所作所為 一直都是反特區政府 都是反中央政府的 他們呢 以為 將他們過去所講的東西 所做的東西 現在呢 毀屍滅跡 就可以一了百了 就可以呢 鬆容逃出法網之外 那這點來講 我覺得是相當之天真 正所謂 是福不是禍 是禍 是禍不用多 你們呢 現在想走都走不掉的 正所謂呢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你當時做的時候 這麼意氣風發 那現在 你們想呢 就是無罪脫身 這個世界 哪有這麼便宜的事呢 那麽例如呢 今天 不知大家知不知道 那麽一個黃絲KOL 叫做游青猿 那麽那個游青猿呢 不知是否害怕那龍 那麽今天呢 就將他過去呢 在Youtube所拍過所有的短片 完全下架 那麽其實呢 如果你看回 或者你有看過 他那些短片 那麽他的評論呢 是完全沒有什麽理論根據的 他只不過呢 在這個視頻裏面 在這個視頻裏面呢 在他視頻裏面呢 假裝鬼臉啊 講下那些諸音粗口啊 總之呢 什麽都是大陸做錯 什麽都是大陸是最壞 那麽呢 那麽呢 就美國呢 這個美帝 就最厲害 最威 而呢 美帝呢 只要呢 就是一隻手指尾 就可以捏死中國 總之呢 美帝就是這個人的上帝 那麽他那麽崇拜美帝 所以呢 他就擔心 可能他都是成為呢 國安處針對的人物 所以就立刻將他所有的片 完全呢 就是下架 但其實呢 他的評論是相當之幼稚和無知的 他這麽做法 亦都是演以盜力 你過去所拍的那麽多條視頻 你猜有沒有人看過呢 你過去那麽強烈的反共 反特區政府 你猜有沒有人知道呢 那這個KOL呢 以前呢 就在信報做的 以前在信報呢 就是寫專欄的 那好了 那我又想說回 那這一幫梅梅黑記 爲什麽呢 有今天這麽下場呢 那我就覺得呢 他真是呢 信錯了美國 就一路呢 他們都以為 美國呢 對中國 或者對特區政府的制裁 是相當之有效的 他們的制裁可以整死香港 就可以令到大陸政府呢 就相當之懼怕 投鼠忌器 不敢呢 對他們有所行動 他們以為呢 美國真是可以保護到他們 他們呢 以為呢 美國真是這麽強而有力 他們的制裁真是這麽有效 連呢 大陸政府都是相當之懼怕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 那現在呢 港區國安法落實之後 美國制裁了中港11名官員 那對中國和呢 對香港有沒有損害呢 完全是絲毫 並沒有損害到的 那香港是不是已經失去了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呢 是不是香港已死呢 什麽都不是 那我相信 中央政府也都看到 美國真是一隻子老虎 他們除了呢 就是制裁部份的官員之外 其實他們什麽都做不到 同時呢 我相信中央政府也都知道 他們呢 除了口頭的譴責 同樣來說 也是什麽都做不到的 那現在國安處 拉了這麽多人 拉了呢 《蘋果日報》五名高層 現在呢 繼續拉人 那美國方面怎樣呢 那拜登呢 最近就在《蘋果日報》結業的時候 發表了聲明 他就批評中國打壓新聞自由 壓制異見 和打壓基本自由 和香港的民主 那就是不符合國際的義務 但是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 那對現在這一班 反中央政府 反特區政府的人 拉得的就拉 鎖得的就鎖 他們呢 除了譴責之外 其實呢 什麽都做不到 同時呢 我估計他們也都 什麽都不會再做的了 你想一下 他們會不會真是這麽傻 是為了你們 你們幾名這樣的異見分子坐牢 和中國完全正式 默免呢 那大家可以看到的 例如現在緬甸的軍事政變 美國和西方國家 除了制裁之外 除了發表一些譴責的聲音之外 其實也是同樣來説 什麽都做不到 那所以呢 我相信中央政府這一點來説 一早就看穿了 就是在你美國政府制裁中港官員之後 國安處更加執政來做 更加要將你們這班人誠諸於法 那所以呢 你們這班人落得今天這樣的下場 你們只可以怪自己是信錯人 是信錯了美國政府 你們呢 判斷錯誤 你們真是太過天真 真是以為美國政府可以保護到你們 我不知道今天你們是不是 真是愚夢初成 多謝各位